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各位同志朋友,大家早,我是这种歌 今天是11月20号,早上10点 那今天呢,台子结算,但是这种歌认为呢,预期变化不大 我们可以看到,这前十大交易者的多单呢,已经换到下个月去了 那这种歌认为呢,行情呢,应该已经在昨天结算完了 所以大盘这边呢,会震荡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前十大交易者的多单转到下个月 所以从从旁边来看,从技术面来看 技术面目前已经站上各企的均线 所以从这两个方向来看的话,目前的指数呢 都是偏向多方,大盘呢,短时间内或许还有机会再过高 但是这种歌这边要特别提醒Tothmel 这边呢,千万不要被大盘的强势给骗了 因为大盘很强,但是在涨什么?在涨台电,在涨鸿海 都涨这两只大型股 那可是呢,却有很多中小型类股呢 已经呢,面临了破发危机 很多中小型类股呢,已经呢,盘出了一个头部 那这种歌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 这边呢,你要好好盯着盘面的变化 大盘虽然强势,但是个股上面已经呢,开始出现多空分歧了 这边个股呢,多空呢,会很热闹 那在先前呢,我们也曾经跟大家讲 你只要呢,把每一档个股呢,当成是独立的大盘来看待呢 这边多空操作呢,就没问题了 大盘在涨,但是一样会有个股在跌 就好像我们在先前也曾经跟大家提到 这边你不要看美股来做台股 美股呢,的确对全球股市有很大的影响力 但是过去也不是没有美股在上涨 但是台股却崩盘的例子 也不是没有美股在崩盘的时候 台股却不跌的案例 在先前呢,我们呢,都在节目上有跟大家做过说明 所以这边呢,这种歌认为 这个位阶,你打一些空单 可以把风险呢,给降低 因为盘面上的确很多个股呢 已经呢,走出一个头部形态了 那这边这种歌还要特别提醒大家 你要时时紧盯着月线的变化 月线的变化这边呢,一旦跌破的话 这种歌这边呢,会全面的翻空 因为呢,这种歌认为 跌破月线代表这行情呢 已经开始正式转弱了 所以呢,这边你要好好盯着个股上面 你要盯着一些高评价的个股呢 这边会开始慢慢轮流的做修正 那对于大盘上面 你就好好盯着月线的变化 只要月线跌破 那这种歌这边呢,就会开始全面翻空 那或许同一边会问说 那这边,大盘还这么强势 但是你去做空会有漏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贵买指数 那贵买指数,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呢,也是呈现一个下跌进行 那在昨天呢,外资对贵买指数 却是卖超的 加盐指数这边外资大买了100多亿 但是呢,贵买指数 却是呈现卖超的 买100多亿是在买什么 买一些全职股 我们刚刚提到的台一店或是鸿海 但是对贵买指数 却是呈现卖超的 而且很多个股现行呢,已经正在转弱 所以这边呢,你不要忽略盘面上的变化 不要认为大盘还很强 这边呢,就还可以一路冲冲冲 事实上,这种歌认为 这边呢,盘呢,已经开始在转弱 很多市场上的一些分析师都跟你讲 拉回就是买点,不用怕 但是这种歌要跟大家讲的是 这边头部的形态 这种歌非常的害怕 而且这种歌会开始呢,进场打这些空单 非常害怕 对多单非常害怕 但是对空单这种歌呢,会开始很兴奋 因为这些盘出一个头部的形态 这边是一个放空的大好时机 那长期追踪,长期追踪这种歌节目的 或是追踪这种歌群組的 都知道,这种歌呢,绝对不是一个死多头 不会呢,一年365天呢,都叫大家去做多 或是呢,两三年喊了两三年的大空头 我们呢,都是跟着盘面上的变化 来去跟大家做分析 好比说,五月的那波下跌段 我们呢,在五月初的时候 就特别提醒大家 这边你要开始小心 Party结束,人未善 再来,八月修正 我们呢,也是呢,跟大家提醒 这边个股上面,你要尊重一下 长黑K 那这边五月下沙过后呢 这边六七六七月这边呢 我们呢,也是开始见多单 不会呢,这边盘 已经有开始慢慢有些变化了 我们还坚持着死空头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跟大家分享的 六五六八宏观 一二五六的鲜活果汁 这边呢,都有涨了三成,涨了四成 涨了五成 甚至到八月这个第一大表谱 这个六六八三雍智科 这边是涨了一倍 那在九月,我们跟大家讲 九月五号 九月五号 站上这个缺口 我们跟大家讲 这边修正结束了 只要缺口没有封闭 加权指数就会站在多方 那这一波呢,走了一个大多头 那在中间呢,我们都跟大家讲 只要外资还持续买超 只要新台币 匯率还呈现升值 那这个盘呢,就会维持着一个强势的格局 一直到十一月十一号这天 中哥认为这个盘呢,才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一直跟大家讲 每个大涨大捷 每个大涨大跌呢 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中哥都会选择尊重它 好比说,九月五号这个跳空的 这个红K棒 中哥选择尊重它 所以才会掌握到这一波多头的大行情 那这边呢,我们一样会选择尊重它 所以这边中哥认为 大盘虽然很强势 但是个股已经开始有风险了 那有哪些个股有风险呢 这边中哥这边要先提一档 00677U的副棒miss 现在大盘呢,持续创新高 但是呢,这档个股呢 却已经面临了一个下市的危机 根据呢,齐信ETF的这个规定 只要呢,这个禁止呢 低于发行价的十分之一 这边就会强制下市 那这一支这档呢 00677U的副棒miss来看的话 这个只要禁止来到两块的话 就会强制下市 那目前禁止大概是多少 大概是3.17 所以这档呢 这档00677U副棒miss呢 这档呢,已经面临了下市危机了 那这种哥在先前在节目上 已经一再苦口婆心提醒大家 叮咛大家 这档 这档ETF呢 千万不要碰 因为呢 这档股票呢 这档ETF呢 商品特性 它是长期走空的商品 这边呢,即便呢 发生股灾 那但是呢 它的挂牌价高点呢 都没有再来过 所以商品特性 它因为时间价值问题 因为换仓成本问题 它会使得呢 它长期走空 所以我们在节目上 让一再提醒大家 这档股票 不适合碰 那除了00677U副棒miss之外呢 这档 排面上还有些 00632R的 原大 呃台湾50 反应呢 这种这种哥认为 这档股票也不太适合碰 因为他们都是长期走空的商品 那你可以看到 这即使遇到国灾呢 都没有再反弹到高点 所以商品特性 你要去了解它 这种哥认为 盘面上呢 有很多的交易工具 这种哥认为非常好 但是你在交易前 一定要先了解商品的特性 千万呢 不要不了解 然后就冒难进场 那这边呢 你要放空的话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 你有更聪明的选择 千万呢 不要看坏 看坏行情 然后去买 买这档00677U的 富棒miss 那我们说到有更好的选择 有更聪明的选择 那这边呢 我们在节目上 一直在跟大家分享 有这个危机指数的个股 那危机指数的个股 大部分呢 都已经呢 盘出了一个头部出来 那我们跟大家知道 PA 你要留心 PA下修的风险 PA下修风险 最主要就是因为 这边呢 中国大陆准备呢 将这个PA 给国产化 先前呢 因为呢 中美贸易的去美化 走了一个多头行情 但是接下来 你就要开始留心 去美化 转为一个国产化后的风险 那这边呢 PA的确呢 已经开始进行下修了 那事实上 PA 中哥已经叮咛大家 叮咛了两三个礼拜 在这个还没跌位阶 我们就特别提醒大家 然后呢 出现一根长黑K棒的时候 我们还有提醒大家 那这个 在昨天 三叮咛四帕的时候 中哥在群组上面 还有特别叮咛大家 那我们定大家 已经跌破季线了 跌破季线 那你要开始小心 这个卖易啊 会不会一窝蜂的涌出来 所以目前PA指数 中哥认为呢 还是不看好 那PA除了4968的这个力气转 还有3105 5帽 或是25 全新 甚至8086这个红杰克 目前中哥认为 PA还没有下修结束 那等到一个头部成型之后 PA呢 就会全面开始下跌 所以这边PA 你要特别小心 那除了PA之外呢 中哥认为呢 这散热族群呢 也会开始呢 慢慢修正 先前呢 提到5G 5G呢 就会涨 但是中哥认为 5G现在很多个股呢 已经呢 盘出一个头部了 那盘出一个头部 那你就可以一样 要小心 小心什么 跌破多方防守架 那卖易啊 就会出容了 好比说这一档 3338的泰塑 甚至呢 这个3324的双红 目前呢 都已经跌破了 这个重要的多空防守架 所以 手上还持有5G相关概念的 特别是这个散热族群 这边要多小心呢 所以行情走到这边呢 中哥这边呢 会开始呢 打一些空单 中哥这边要很诚恳的跟大家讲 你不要被指数给骗了 因为很多个股人正在修正 那你也不要被市场上的分析师跟讲说 这边会上1万3 会上1万4 甚至有人喊到1万8 这边这种哥真的觉得是这 猴然猴然不用钱嘛 但是这种哥想跟他讲 行情真的有这么好吗 因为很多个股已经开始在转弱了 所以你不要被这些拉回就是买点呢 给呼隆了 你反而要好好去省事一下手上的多单 是不是有个股已经开始跌破了 那跌破的话这边 你除了把多单给退出来之外 甚至还可以进场去打一些空单 事实上做多跟放空的风险 绝对是一模一样的 你这边100块做多 但是行情涨上去 你这边涨到105 你是赚5块 行情跌到95块 你是赔5块 那做空只是反过来而已 行情100块进场去做放空 涨到105你是赔5块 但是跌到95块你是赚5块 其实放空跟做多的风险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你不习惯这个模式 只是你被市场上的头顾老师给呼隆了 呼隆什么 呼隆放空 放空这边最后要拿钱来放人 但是这首歌想跟大家讲的是 那是因为你没有停损 你没有停损才需要拿钱来放人 这边因为农券是保证金交易 所以当行情一路嘎上去的时候 你没有停损会需要拿钱去做放人 但是反过来我们来看的话 你做多虽然一次就把这个资金给补住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停损 你100块跌到20块 你一样是赔了80块 但是如果你反过来看的话 你100块进场去做空的话 这边到20块你是大赚80块 所以这边我们要的是价差加益 价差加益 我们要赚的是价差 那既然是赚价差 做多可以赚到价差 放空一样可以赚到价差 所以众哥这边要特别订大家 这边打一些空单可以永保平安 特别是已经盘出头部的 甚至这边交出来财报 没有这么好的个股 所以这边打一些空单可以保平安 那跌破运气 众哥这边要全面放空了 那你不会放空 或是你不知道如何放空 应该怎么放空 或是这边有哪些个股可以去做放空的 这影片下方都有相关的表单连结 欢迎大家填写表单加入我们 同时也请大家follow众哥的群組 这边众哥的FB股基消息 或是LINE的股动人生 这上面都有一些及时的多空讯息 跟大家做分享 看影片可能慢了点 但是加入群組是最及时的 众哥欢迎大家的加入 那我们下次见咯 谢谢拜拜 本公司以往这七下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